一支警察電單車車隊在大埔公路失事 其中兩格翻側躺在路面 事件在星期五下午4時多 一個警察教車師傅駕駛鐵馬 帶領六個學車的警察進行路面實習 車隊沿著大埔公路往沙鐵方向行駛 去到大埔尾巴士站附近的時候 前面一格私家車涉嫌為例在雙白線掉頭 車隊收席不及 中間排第三和第四位的電單車失控倒地